地方艺文的资讯 花莲县文化局要提升在地艺文团队的表演特色 特别办理111年花莲县演艺团队辅导计划 并且邀请了剧场独立制作人吴季娟来担任辅导员 要巡回花莲北中南各区 为花莲的演艺团队筑点辅导 协助解决团队的疑难杂症 也希望能够提升地方团队的经营体质 更为在地的演艺团队创造本身的演艺特色 花莲有不少演艺团队在各个乡镇社区推广表演艺术 但当面临营运困难时却苦无专业人士给予协助 花莲县文化局今年度首度推出了演艺团队辅导计划 邀请到专业的辅导员协助解决演艺团队的疑难杂症 其实这个是花莲县第一次针对本县所属的立案团队 来订定一个花莲县立案团体的一个注点辅导计划 那花莲县因为南北地形狭长 所以我们就请意外创意公司的季娟老师 他是一个独立制作人 他有相当丰富的一个团队的一个运作管理 包含创作的一个经验 我们希望说从4月份到11月份 他会在花莲光复还有玉里轮流注点 接受团队的一个预约咨询 这个其实是花莲县政府第一次办理这样一个注点团队的一个辅导计划 我们希望说能够借由这样的一个计划 让本县的立案团体都能够充分了解 他团队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他能够解决的包含营运管理 包含创作的一个部分 包含财务 那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团队是有切身的一个注意 辅导内容包括了表演团队的艺术内涵 行政营运 演出节目 行销方式等 希望可以提升团队的经营体质 更可以为在地的表演艺术团队创造本身演艺特色 北中南区巡回厂市时间 还有预约报名 可以上文化局的网站来查询 这里会欢迎市报导